好,效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等一下就准备开始评测 我现在都8-3了 8-3为什么没让我实名认证呢 是得到9-1才需要吗 我8-3还没认证 哦,这是准备搞这个巡航炮这个名字 吓得挺 刚才这不卡了一下 对方这个巷子挺熟练啊,这个开局 这叫巡航炮啊 巨点这儿来 我彩像他就 吃炮 我巨航舰二宝呢 他下底炮有用吗,没什么用 如果直接彩像他吃到这个区域看不清啊,到底谁好搞不清楚 一名三 感觉是不是先补一手抓 扎他 不补也没什么好起走啊 巨二进三也可以考虑 啊 合棋 参向的吧 他如果打巨又有巨二平六对巨啊 炮点到这儿 准备炮二平三 炮二平三好像也不是很怕,我先对三兵 二平三我还可以拱过去啊,他打底下我就不,哎 啊 吃炮点到这儿,我会有两个人cup 啊 那,先拱过去再说吧 打相我就上个试 这鸡子 吓我一跳 我也不怕他这个 打回去我去让开就完了 如果我这个是四季五段补着 现在试如果补着 他这个手段还是比较厉害 现在这样的1g2他也不行啊这棋 黑的很快就要崩溃了 马三件事一蹬 基本丢子了黑棋 我发推4 军二进三B一手吧 冰七进一也行 B一手在彩中族不要简明 这棋基本上已经大势已去了 炮退一 这棋基本上已经大势已去了 对不少 下余路鞠的就基本绝杀了 不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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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等一下下余路鞠了基本绝杀了 等一下下余路鞠的基本绝杀了 现在网络没问题吧 我发现一个好消息啊,现在这个夜八三不用实名认证了 今天播的没错了,今天我之前遇到就2829 然后那个五月份的直播的时间,我等明天再预告吧 从中边很凶啊,感觉可以先补一手,静观其变 五月播,对很心酸,五月播三十六个小时,还不是三十个小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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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过去 拱过去再顶,也没什么意思,先补一个吧 补一个它腰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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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想这个7它踩了,我顶它 他非边向 这边向有点烦啊 这小问题啊 哇 要坏这些 这棋走的不好 现在只能被迫弃子了 我刚才如果平狙的话 他跑八进三一打狙 我感觉这狙要凉 现在只能被迫弃子 刚才这个 滚过去再飞向这几步其实下的不好 被迫弃子 刚才马七进六他也是跑八进三啊 我想不丢子我还得做马六进四啊 但我感觉那样很被动 索性气质抢功算了 这其实肯定是有点落后啊 不过呢走还能走 居肌腿一 学习进行压住 现在刚才吃中冰和进居压马 我感觉还是压马这个 更好一些 我把平7 吃不齐意义好像不是很大 可以考虑马7进6 哦他有具有平8对决啊 嗯 嗯 嗯 吃 吃了马六进8 我马六进4也没用 马六进4我踩的7路炮的时候他具有平7一吃 比如说马六进4踩居 他具有平1吃冰冰 嗯 我踩炮也意义不大 我所向马六进8 待会准备马八进6 嗯 破酒瓶漆才退马呗 对手有点厉害 退居宝 马八斤6 没办法 张灿看到了 这不起他准备做什么呢 浸泡 刚才踩了他炮打了 居室炮他一个炮打向粉浆抽居 这不是漏招 现在我打哦 弄不过他待会要炮五进一吧 这二进八有用吗现在 这二进八的快积瓶四 我要玩 我要玩 炮西平这个炮五进一打局对打局 嗯 看他怎么抵挡住 抵挡住 反正我就不行了 这起 准备举报 其实举报也没什么用 啊 就是过过瘾 就是过过瘾 你看这起走的 打了他打了我吃怕他不是 先期后取 嗯 不行了现在 退马他就不是啊 我已经 就是能看明白他走的 但是你事先设想不到也没用 不过这么下也学一着看看他怎么应对我的这个公式啊 现在没啥公式 他不是 就没什么公式了 现在泡被捉死了 哼 这起合不了 你送炮 你送到哪儿也不行这起 这是一点厉害吗 这是懂齐不懂齐啊 炮6平四在居6退1他又是6退5了还是输 就是滴水不漏啊就是我能看到其他全都能看到啊你非管这个叫一般厉害那我想问问你这个很厉害的是什么呀飞 嗯 又成了我小看的天下英雄了 我就问你哪个天下英雄我没下过我不知道有多英雄啊 我可没小看我认识的这些天下英雄但是我不认识的这些英雄太多了 嗯 嗯 嗯 看这个棋啊,感觉应该是G9第一 这样待会儿压码之后,有个G9平2,这个过来接应 关于G2平3的G8平7,我也没什么后续手段 G4平60什么意思,跑到这边来了 炮507吧 炮204 他要有POST1,不过也没有POST1 我现在可以考虑冲7平送一下 他飞掉之后,我再G2平3 2点多的球我实在是看不了,3点半的球实在是看不了 这季号赛 时间都这么夸张吗 这局面肯定是红方占优了,大不大优我不敢说 你非觉得我装逼你千万不要粉我了好不好,我不需要 说实话都变成是装逼了,那你不需要,我不需要这种粉丝 炮8进3,他是准备走什么呢,POST 他可能飞线或者POST2吧 我现在吃足也可以啊,吃足他可能POST退3吧 G3退1他可能是不是要退3,POST退3 我炮8进3,我打过去他可能飞边向 飞边向我在浸泡打局,或者我先打局他 还有可能他马上退5我都不怕,炮8进3他马上退5 要不就是炮8进3他走POST平7,POST平7不能对打 拔8进3打局 马3退5我现在可以踩足 马6进7 他这个防线感觉不太稳妥 马6进5好像不如马 说马6进7是,他少一层屏隐 他吃泡我踩,踩泡他肯定不行 踩了再说 我感谢Amy的火波 踩了他现在是准备POST平3,这个防守还挺到位 我现在有没有G9平6啊 他G1吃炮我在G3平6 这样有看过评评评一下这个优势有多大 因为现在炮不好乱炮 炮什么,你退1炮把他马5进3翻出来 炮就顶在这里,G9平6,他吃了我G3平6 他有一个马5进4 啊,其实还得动动脑筋 我现在这八竹炮退哪呢,退1他马5进3 马5进3也没事,我待会可能就可以硬吃相 下底炮他G6平2过来我没意思了 现在要不退1要不G9平6 又没时间了 不对啊,八八退1是臭气啊 怎么能走出他还是G6平2啊 G6平3,对啊,怎么G6平3我还不那么怕 G6平3我G9平6还能还能 还能解决 我刚才其实炮八退1不是好奇啊 还是应该直接G9平6 现在打了我下底炮,这个我不怕 这样他不太容易顶得住 好,马5退7了 嗯,马7退5肯定不好啊,这个马就顶在这不要了 嗯,赤相吧现在 他也没有什么闪击的手段 待会我还可以准备G7平6闪击他啊 G3加7G好像有点霸道了 现在补试,补试是正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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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妙手啊,妙手没看出来啊,这里妙手 你说现在有妙手还是刚才有妙手 嗯 我现在正常走的话就冰三进一就完了啊 炮八退五 没什么用,炮八退五,找谁去了 嗯,正常来说就是冰三进一,冰三进一 他现在就是考虑他有个炮八进一 这个度时这么短,有点烦人啊 炮路炮退,比如退到这里,怼掉一,怼掉一条线 也行吧 这样比较安全啊 因为下底炮,他不还是炮八进一吗 哎,车6平,G6平4倒是一步棋 嗯 这个一分半一步,有时候关键时刻是不够用啊 而且你得,就是你有时候这个棋啊,他不是平均分配的这个时间 关键时刻,你得多想想 嗯 嗯 嗯 炮八平七,他就打过来,打过去打打换 优势也不是特别大感觉 怎么扩大优势呢 也没看出来 啊,七进五不是宋狙吗,他不给吃了吗 哎呀,G7平3吧,简单脱身算了 破八平七,我感觉都掉在一起 一会交换完,优势也不大 这样换了也可以 吃进去 G6少点了一格啊,我知道他想进了又抓我 其实他抓我也没用 我也不怕他抓我 山人自有妙计 抓我,下底炮 他也不敢吃吗 吃马子就不行了,G3平5 这叫什么 一击致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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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要G砍底势,不是砍中势 对啊,这个对手肯定不是软件,我也没说他是软件 描我,这个招挺怪的 这马跳一跳吧 对,能赢的基本上可以说不是软件,摆脱软件嫌疑 嗯 差一点的软件吧,核奇有时候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确实基本不用想赢软件的问题 同理呢,能赢我的呢,你就基本上就是 纯人的可能性在百分之零点几吧 其实我穿的这个T恤还没看全 再往上看了 对面还有名呢 啊,76 他还是泡二平一对一下吧 那个踩中兵并不怕呀 打边兵吧 七零八 马尔进三跳起来 啊,我推六 我抓他,他待会怎么准备一马换双相了 换双相就换双相不 嗯 踩足我就吃冰,啊,我就让你换双相 看你能不能杀得了我 哎,我先做出不是更好吗 先做出他四四进五 再吃冰 对吧 有道理啊 这样我省了很多 这 这沙底相太厉害了 这待会儿现在他G不能乱点 点进来我下底炮 他就不能动啊 这样他对我也没什么威胁 他这个G不能转移到这一侧 我就很很很稳当 待会儿G3对3 他就完全就没有狠击的机会了 啊,泡五平九 那我G3对3一断 这期他还下什么 这断住兵线 碎了 一点也不乱 这期已经胜定了基本上 还点着他 还点着他 先打一下 关键他G还是过不来 他不管怎么补 我下部马三进五顶住 他G还是过不来 现在开软 我不敢说包影啊 现在优势还没大到时候 我对软件还能包影 但是我他已经不是很好下了 人的话肯定是输了 我疯了吗?我吃笔纸 不要乱说 不要 马五退七啊 马五退七我就把马吃了就完了 嗯,现在应该有 冰一进一 这部七还可以 炮五退一吧 马八对七更稳健啊 炮五退一 我看他抓我 抓我马五进三 炮四进三打 这个量居应该是顺其自然啊 这个量居应该是顺其自然啊 下部准备踩兵 那肯定不允许 嗯 嗯 嗯 马五进三啊 炮四进三 哎走的这儿挺好啊 我现在在设计 把八进七踩进去 没有七好像不太够啊 马三进四我想了一下 是不是最佳 除了马三进四 还有什么更好的棋吗 好像也没有了 马三进四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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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马三进四这步棋本来也很好 先七后取 抓五 抓五 我现在可以考虑马三退二 不跟他换 马三推二他马五推六 换了呢这棋 他还能顶一顶 马三推二他马五推六 G6进二B一手吧 我如果直接套跑他马六进四 马六进五我就居住屏五桌 看他往哪定位 就怕对面发现突然打开软件也不好使的 回天阀术了 这换了我就老老实实地换了就完了 这换了我就老老实实地换了就完了 换了再跑八平六呗 直接跑八平六也行 直接跑八平六踩着吃着居住屏机抓象 怎么说优势大呢这棋 保住居宝泡泡 先破到双线 先破到双线 现在居住居宝泡泡 现在居位虽然稍微低一点 但是待会只要走上G7推二 这个就 就是迅速可以迅速回防了 而且他好像也阻挡不了 马七进六啊 G7推二这两步必得其一 9204推居住 这更不行了 这怎么办下不过七足做双啊 这没法下了 G7推一呢 太痛苦了这些 这跳起来马死了 这有费劲啊 这充足 充足就只有尺 这没有退让的余地啊 然后冰漆瓶6吧 反而马有根 现在闪开 打他的马 咦 不怕换 强行换 换了 我补一手 换呗 肯定我不亏 这棋 泡尔苹果好像没太大逼啊 泡尔苹果他跳嘛 泡尔苹果也行 赶不像好还是泡尔苹果 泡尔苹果好处就是他走不上去就进一了 泡尔苹果可以 泡尔苹果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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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我泡 这个中兵先不要打 打了的话他在这跳马是个仙手 先泡尔苹果回来 泡尔苹果也行 我会拿去 这个泡尔苹果还是先不着急发出去 泡尔苹果还要打 泡尔苹果没涨 泡尔苹果还好 泡尔苹果还要打 泡尔苹果还是要打尔苹果 泡尔苹果然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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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看,虽然说,这个棋,红方,大子都没动,但实际上,你看,下了大概得有10回合了吧,双鞠都没动 但这棋现在其他子里已经布置了比较好的位置了 这双鞠呢,暂时先不定位,根据这个需要,我们看它往哪走 像现在呢,首先,鞠一平二这部棋是不是非得走呢 鞠一平二,它就泡八进四 泡八进四,我就冰三进一挺一个,也不怕 它抓我就再过冰,我这样对鞠了 鞠一平二,我看过它打出去吗,打出去还是,打出去再飞向吧 比较稳当,直接冰吃其实也是可以的 这个红方稳忧,啊 哼 鞠九平七对吗,还是先补一手 对居它又能下底炮了,先对居,看看它怎么动 走的不错,下底炮我就打边边,啊 它不是现在双炮,有这个作为一道屏障,限制住我的居吗 我现在把它变冰打掉,下部炮九平八,把它这个根给它拔掉 压,这步有点小疏忽,这步有点小疏忽 不过索性还不怕,还是可以炮九平八 杀势我就上了 吃冰打尖 这叫什么,反正就也无大碍,没有大碍 虽然说老酱请上来了,但是这鞠被我逼对掉了 还敢吃这个,这姜怎么办 炮不要了 冰六平五肯定不是炮九平八 炮九平八,这不一下就奠定胜局了吗 吃 吃 对方的马永远上不来了 还是比较轻松加愉快啊 夸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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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 这个都给的了 马蹦进去快绝杀了这棋 是,这棋我拿黑棋跟棋友下我也输了 差距太大了 对方这个瞎眼狗 就是,我们说 这马上就快杀死了嘛,三天二基本就白白了 对吧 天天相机现在看不到我,现在天天相机和虎牙这个页面还没打 打通啊 天天相机现在只能看到企鹅的那个直播 现在G2平4就直接就没了,对吧 G2平3也没了,平4平哪都没了,平1也没了 不过要说还是抓相赢得快 感谢横家玉总的魔法书啊,还是G2平3赢得快 对方的研究怎么举报我 怎么马上蹦啊,上蹦我再杀相就没了 哎呀,他也不跟我聊了,不聊了就僵死算了 哎呀,再见了朋友 这个有点火,一步取胜 对方举报我怎么看出来的 我从来没有这种体验啊,一步就直接把对手击毙了 这叫当阳桥头一声吼啊 结果对面那个是谁啊 吓吓什么呀 吓吓得还是什么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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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 咳咳咳 你 你是 作为一个新的尝试,看看这个炮三平四对不起效果如何 不让他马新六上了 夏侯尚不是,夏侯尚是后来投蜀国了 他应该跟张飞有点亲戚关系 夏侯尚算是个名将 不是吗?夏侯尚,夏侯尚 来,大家给我科普一下这个 投蜀夏侯尚,然后夏侯尚是 夏侯尚我记得是一个有点战斗力的一个将 炮尸进四还是巨八进六,先炮尸进四 冰五进一我再巨八进六 巨四尖二呢,我就炮尸平七 将老炮尸进四呢,能够掩护一下自己的三路嘛 他如果吃足,我就炮尸平三打巨 夏侯妙才是夏侯渊,我知道 夏侯尊是圆让,夏侯圆让 现在冲七组,他可能要炮六尖二 那我补充七组,走什么呢?马沁尼八 先马沁尼八,我看他这步棋 正常来说,必定会愿意走炮六尖二 但他如果不走炮六尖二,我就过七组了 双炮打,怎么双炮打? 双炮反我过棋足,不然我拱过去带着足七瓶六什么的全是齐 咦?怎么是听到我说话了吗?这么高水平,居然走出炮六尖二的一步 这又不是很开心啊? 现在不能说招了,现在 这就相当于以前打游戏对 有那种黑物的游戏对方溃平啊 这我怎么走啊? 生气了,打边边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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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哈哈 剑上开了极丰富是 这不不是就一般般了 将军 先把军换了再说 是 吃 呦呦雲窃7 你在巴黎能看直播,我怎么就不能懂激风步了 这我知道的多了 我还知道现在 现在应该1.31了吧 1.30版本 现在KOG 成了安夜的主流战术了 而且我都不知道,现在KOG都开始升树人这个技能了 主升树人 是,这个谁啊,这个7.1是真的 7.1在法国当教练的应该是 我只不过现在不知道他是哪个战队 关注Dota2的朋友,你可以 我对Dota2这些战队不是很了解 G8信仪 后撤步三分还真没练 我基本上就是顶着头 顶着头三分 一般在野球场上碰到的 比我高的没我快 比我快的没我高 我不需要后撤步三分 G8退4 去4进4吧 我现在应该是1米88左右 4进4 5 4进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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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他跳嘛,马八斤七 反正大家都一米多嘛,马八斤七跳进去 准备踩的中炮 什么,要和我单挑 和我单挑什么呀你 后屏六 马七退伍踩过来吧 不是闪门也都什么就给我打爆 你什么要给我打爆 你什么水平就要给我打爆 踩过来也行,鞠吃也行都行 篮球高手,这个直播间应该不会有太高手吧 爱好者应该有,篮球高手 看旗子应该不是特别多 学校校对的,什么学校 水平可以,水平可以,水平还是比我强点 大学校对主力首发,都这么厉害吗 能打CUBA高水平组的,我觉得还是比我强的 阳光组的,应该跟我半斤八雷 阳光组的应该跟我半斤八雷 当然你如果说是阳光组的carry,那可能比我强 什么怎么怎么还有华销大学主力后卫呢 这么厉害吗 现在是多三个兵啊 这棋肯定是没什么悬念 真的学校校对主力空位,挺厉害的 但主要就是什么学校,你是 其,大家现在就看看我怎么入局就行了,这个层局还需要讲解吗 其,大家现在就看看我怎么入局就行了,这个层局还需要讲解吗 换 换 换就换呗 吃 吃 这相也打,现在多三个兵,而且这个编组给他了,还多三个兵 还要多个相,啊,这相不给我 相不给我,这足也不给他了 你随便蹦吧,看能蹦到哪儿去 咳咳咳 马斯进六,啊 马斯进六也没有用 CVBA你们需要拿个第二 什么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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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足呗,一个一个过呗 这期还不交,等啥呢 淘气瓶吧,准备 偷袭我,看怎么偷袭我 偷袭我的中足,不能给啊 原来有这么多的篮球高手,我们的直播间 像飞来飞去的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我敢说我去参加路人王,绝对不是对菜的那一批,啊 航空临输 浓挞写 浓挞写 先把码调整到好一点位置 抬炮 现在不要中计 打相就中计了 打相就让他马气退率给我抽了 马一退3 他马气退8 他待会有个是来回来去弄我 现在看一下 现在我还是不动 先不动 打相不行 打相他马气退6给我炮抽了 先等这一步 退下 我退马在马气退8 搞来搞去的有点 进马他也马去退8 他因为他这个旗规他有一将一杀之类的啊 所以这旗我先不动 我这个马就在等着他也不能马气退8 他不能马气退6在马6进7这么长江啊 知识啦 15进6没必要啊 我就拱族拱这前面两个族就行了 张女儿住民阵都比我小太多了 我不认识 我毕业时候他们还没入学呢 怎么开始长江我了吗 准备 长江允许啊 他将了多少将了大哥 我这 哼哼哼哼哼哼哼 这么绝啊 我赶紧动动吧 我服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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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哼 对以前是打阳光组 因为我们那个高水平组北大小队太厉害了 哼我觉得那几年后期基本上就已经是 top全国冠军的水平了 我怎么可能打得itos 也就打打阳光族 我上学的时候早期还不强 但是到10年以后就已经很厉害 我不给他长江我赶紧上市顶住吧 CUB完全肯定打过CPA的这个电点的队伍 这毫无疑问 对方不知道怎么这么带劲 防守得这么完整 CUB打NCAA啊 你比如说我觉得CBA都不一定打得了NCAA 就杜赫那些对CBA能打得了 你CBA不加外援绝对没法打跟杜赫之内 不用杜赫之内 国家队可能能打打 下一步马尔锦仪基本上快绝杀了 现在其余的再多什么东西也基本上用不上 马尔锦仪我也不是来采线了 终于认输了 终于认输了 但是CBA其实也不差啊 CBA跟CUB就绝对碾压 CUB打普通人又碾压 所以说大家就想想这个业余和专业的这个差距得有多大 所以你说什么民间叫什么 高手在民间 你是搞笑来的吗 你就说那个叫什么路人王 路人王里的那叫什么大魔王 大魔王也就是CUB的水平 马一进三出来啊 不打了 这就准备了 马一进三出来啊 快九零三打了算了 不打有什么好奇吗 打了他马一进二 中学校对校长也 不是校长 中学校对队长 实力也还行了 说实话 当然你得看什么中学 你是这个传统校 篮球传统校中学的队长 还是一般学校 一般学校也不错 也不错 可能也相当不错 爱好者里边肯定算不错 孔编族的肯定是马一进三啊 清华附中的校长 不是校长 队长 那基本上不是清华就是北大了 现在打了他马一进二 我有点腻味啊 马三进四先跳起来吧 俊儿进五他送兵 送完兵之后马一进三啊 你说两米五的往篮下一站没辙呀 是没辙 就算你两米五你能得两分 你怎么防守 请问 你跑得动吗 你体力怎么样 你跟得上吗 这种你有两米五你又要能跑 又要能 那基本上就是神了 那 高明两米二六能打到他这个 能有这个灵活度 就已经是基本全世界没人防得了的了 你两米五那还说什么 姚明已经是非常灵活的了 在他这个体型里边 就已经是天才了 哎呦 还知道清清华附中马班的呢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你是 挺懂行啊听懂 我现在飞了 我看他有一个马三进二 有点烦人啊 又走个漏 走个漏 其实有点腻缘了 我本来以为这样可以呢 我现在 还好他走个臭棋 他应该马七推六 马七推六他就 我就要丢死了 吃 对方过于贪吃啊 对方过于贪吃啊 导致这棋基本上又不好了 炮二进一他去平开 暂时没用 现在炮二进一有点早 清华马班 我现在下几炮可以考虑 他可能打过来 他跟我对杀 那我就跟他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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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杀谁快我也不知道 不是马帮是马班 马约翰体育班 这棋走的灵活啊 好奇啊 对方这个越战越勇 我发现我这棋不咋地啊 我以为他不太 我刚才走的太水爽了 我应该居二进六 下足是不臭气 现在他待会儿要推炮打我 有点烦躁 现在我不怕他浸泡浆 浆我是浆不死的 不能这么说嘛 不能这么说嘛 班也不能说智力低下 体育测长 你不能就说智力低下 脚筋 脚筋 中足肯定不保 老中足不保 早就不保了 马斯特尔飞向 其实我不补也行 补也没事 红帮占优也未必占优 他这G出不来 他这G出不来现在 推炮准备马斯特尔 马斯特尔飞 都累的 你还真不能指望詹姆斯去单防杜兰特 卡哇伊倒是游戏 出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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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事出G我就挡住 对这 对这啥意思 我不能受下留情了 G二平三准备图穹笔线了 准备干他了 往这来干啥 这是 看不懂啊 那马四进六这是要干什么 马六退七啊 G三进七 退炮打G我就打中向 爆破 退炮叫杀 有点高的啊 我看我现在要补试的话 他平炮一尖 然后马六退七一尖 把我炮抽了 G三退一 我刚才看他有这步 但我没想到他能走得出来 好一进一 又是合一 冰五进一准备 唉 我补试他冲过来 唉 这两步棋挺贼啊走的 这两步棋有点有点弄得我有点难受啊 好 好 这副浸泡不是好奇啊 这副浸泡不行,弄得我特别难受 吃下来 能不能打湿,打湿上沙坡的 都敢打湿 居然要输 前面起走挺臭的呀 打湿也不行,那我这泡沫哪走,没地走 图四平三也无法忍受 不,他中间这马运的,你看马二配四这不齐,太诡异了 这马二配四马四这六这几步什么东西,说不了了 这是要绝杀我了,马六金八绝杀我,你说这棋走得多好 消了,输,只能认输 这马二配四这步棋太深了,我真没想到 下得真好,下得真好 我以为这儿瞎走着呢 我以为这儿瞎走着呢 这么说吧,刚才那个人叶八三对不对 我刚子我开始直播的时候叶八三什么水平大家都看得到吧 然后被我这个,这叫什么呀 近在掌握,反正就 刚才这个叶八三是什么棋 你别说我聊天,我一边打游戏一边下 我一般的叶八三我这样能赢 他能叶八三能 他能在这个水平,他没有说下到什么叶九三 说明他就没那么高的水平 等级一样实力能插出一个马去吧你说 这个下到这儿我基本可以断电的期已经赢了 这个下到这儿我基本可以断电的期已经赢了 这就是常见的反击手段 他再压码我都可以考虑弃子 我都可以考虑弃子 对方羡慕沉思 啥意思 今天半夜球就不看了 这盘棋已经结束了 羡慕平二 羡慕平二你具有零八吧 他对着踩了打了出帅 应该离绝杀也不远了吧这棋 他有没有更好的手段 巨九评六他巨二退三暂时杀不了他 巨九评六他巨二退三吃了 是他有个马七进五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马七进五不行啊 他吃狙对吧 吃狙我踩了他打马 我摄我平六准备 绝杀他 他马七进五垫到中间来 我巨七平六 脚杀他就没了 看待会他是不是这么走 这下一致精彩掌握 打掉帅五平六 马七进五 居七平六 就交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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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九平六 他巨二退三吃炮 我在吃底下 他巨二平四横过来跟我对居了 嗯 现在马七进五 居七平六 马五进三 炮八平五打马 抽居了 嗯 杀是没杀了 但居一没了 现在我要看底下 又要居七平六 双杀 他要不就居一退三回去守去 居一退三回去守 应该也完蛋 但是好像稍微顽强点 嗯 好奇 他没走马七进五 马七进五直接就完了 嗯 那我现在是争取把马运上了 嗯 感觉现在也不能动了 不能动 我就拱兵吧 我看马怎么运出来比较快 对三兵飞了 再跳 还是直接过七兵 拱七兵拱中兵三进五五进七 也挺快 炮八进二他马七进五送 嗯 我这炮我先不动 炮八进二他马七进五送 我绝杀不了他 飞向飞向也动不了吧 我再冲中兵 他对局 这局有局期频率 对局有局期频率 反正我炮在这条线他永远跳不上马七进五永远跳不上来 嗯 马七进六想封住我这匹马 那我这骑炮八平一掉到这边呢行不行 待会局期频丝再下底炮 感觉可以 是不是应该先走局期频丝给他断路 把他后路给他断了 啊 先局期频率比较严谨 嗯,他现在最完强就马六退七 我今天下完这盘棋准备先下波了 今天还没来及去健身房呢 今天稍微早点下波,十点之前下波,然后练练腿 明天晚上八点我们继续直播好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其实喷子不喷子对我倒没啥影响,随便喷 我们明天晚上八点,等于是这个月最后一次直播 然后明天直播的时候呢,预告一下我们五月份直播的时间 没办法,好不好的,现在我今天没去呢,今天白天泛懒了 刚才应该先去七平四给他抠住 我这棋也是赢啊,那把他泽子都出不来 把他泽子都出不来 泡下底也行,但泡下底呢,暂时也没杀齐 对局我就去七平六 他马七进五也没用,马七进五就泡白丢了 现在就是马三进五,马五进七 他现在泡五进一也没用啊,他没有怎能电到这个泡五进一之后这个炮和马中间 是,刚才他手的还挺好,居然还没被我绝伤 但我现在已经铺垫完毕了,现在就等着运码了 他要干什么现在,我现在都不用动 我就跳,跳 退三步泡头准备平哪去 下步马进吧 我深蹲硬,深蹲硬拉,卧推 我力量一般 飞向,挺顽强 先横了再说吧 踩进去也不错啊 踩进去是泡二平五 泡二平五,泡二平五,妈就把他打了 他不能踩,踩了泡二平五 对,相对硬拉好点 我看这棋,G6退三憋一下 横了他,横了也行 主要是为了健身,不是为了防身 我有什么好防身的 防身还是请保镖比较直接 对,硬拉差不多120 但是现在都很少充这种大大重量 就是健身房简单那种 器械,练练胸,练练背,练练肩 练练这些 其实我腿的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 我以前打球,膝盖不是特别好 然后现在,因为练腿特别累 偷懒嘛,所以腿练的相对还少一点 下兵 什么叫中吞 什么叫中吞 气我了吧你,故意的啊 现在马七五八绝杀了 吃泡也行啊,马七五八就没了 我都不用吃泡,吃泡也是白吃的 但是马七八更简单 嗯 那这般一下完我们等一下就准备下播了啊 然后明天晚上八点,然后继续在这个火牙直播 是 我也是胸比较弱 我感觉 还走呢 这码八进七不是完蛋了吗 这码八进七就只能焦了 我可能是练胸可能一些动作还不是完全到位 码八进七就没了 反而练背什么的感觉还行 练肩还行 这个对方走级挺慢 没剩几分钟了 他在拖什么 这关机下完了 我们今天就先下播了 然后希望大家能理解 然后我们明天晚上呢继续直播 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能够继续留意 然后明天呢也会预告一下我们五月份直播的安排 初步定的是12456 月初的话12456 对方非要等到超时还是我断线了 对方怒退啊 对方非要等到超时还是我断线了 是 我最近在吃清烟滴完 再缓解我的这个烟烟 不过人家医生说了也没法根治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 然后感谢大家的这个对我直播的关注还有支持 我们明天晚上八点再见 好吗 有深的朋友们呢可以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今天夜里的这场球 我估计我是看不了了 这个时间不太靠谱 虽然很想看啊 好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就先到这里 然后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我们明天深入聊一聊这个后面的直播时间的安排 还有这个后面比赛啊 整个时间的这些安排 我们今天稍微早一点下线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